为了让独居长辈能够过一个温暖的冬天 百年狮涉服关怀慈善会 日前在普里镇仁爱公园举办寒冬送坛的活动 县议员陈怡君表示 在普里水秀狮子会的牵线之下 与百年狮合作 募集400多件毛坛 希望让华山基金会在送年菜的活动中 也将这件毛坛送到长辈手中 所以在冬天的时候呢 他们观察到老人们 他们需要一些比较温暖的棉被 那在水秀狮子会的牵线之下呢 连结上了这个跨越我们南投 埔里还有彰化这三个县市的 一个百年式的关怀协会 那这次呢协会呢 这里面的理事长啊 他们非常的有爱心 那在短短的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当中 就募集了421件非常温暖的这个毯子 那将交由华山基金会 让华山基金会能够透过在送年菜的一个过程呢 也一起把大家温暖的爱心送到独居老人的手上 县议员叶仁创表示 政府的力量有限民间的力量无穷 也感谢百年师社府关怀慈善会的爱心意举 能够举办寒冬送坛的活动 也呼吁社会大众有机会 也能够多做一些关怀弱势的活动 我想公部门的资源都有其极限 然后很多时候都需要民间的社会团体组织 来补足政府不足的这个区块 那么今天非常感谢彰化县 百年师社府关怀慈善会 以及华山基金会 来做这一个寒冬送坛的一个活动 个人是非常感佩 然后也在这边借议员这个身份来呼吁社会大众 如果有机会的话 也来多多做一些弱势关怀慈善的活动 副议长潘一泉感谢百年师社府关怀慈善会的爱心 也希望社会大众能够共同来关注弱势 以及独居的长辈 让他们在寒冬中能够感受到社会上的温暖 记者陈文一普里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